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手指很長 衣服太悟 好多的幸福 連剪刀來的花花 剪刀石頭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玄玄 還有Kiki 大家好 天氣很熱的時候 要拿什麼來刪封呢 一起來看看 超級可愛的某某扇子 一起來看看做扇子 需要哪些材料呢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剪刀 白膠 冰棒棍 還有泡棉 那我們現在請植珍老師 介紹一下今天的作品 好 這就是今天的作品 四大天王出現 登登登登 四大天王登登登登 對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誰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MOMO 做的是MOMO 有沒有看到他們都閃耀著巨星的光嗎 真的 他們都不用打光耶 自己發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對 好 我們首先要準備泡棉 泡棉 對 我們今天的材料只有兩種 一個是泡棉 一個是這個冰棒棍 哇 冰棒棍 對 那為了要讓我們的MOMO小扇子呢 閃耀著巨星般的光芒 所以呢 珍珍老師今天用的是 金蔥泡棉 哇 金蔥泡棉 閃亮亮的對不對 這感覺好高級喔 好棒喔 對啊 對啊 好 那我們要翻到背面 在背面呢 先畫上MOMO的頭型 MOMO頭型是一個橢圓形 對 然後把它剪下來 好 再來呢 我們要把它的臉型剪出來 好 臉型剪出來 一樣呢 一樣在泡棉後面呢 畫上MOMO的臉型 然後呢 把它剪下來 好 記得我們要黏的時候 要翻到沒有畫線的那一面喔 這樣才會漂亮對不對 對 把線線擋住 其實我們要做MOMO很簡單耶 因為MOMO是很多的橢圓形組成的 沒錯 大大小小的橢圓形 連腮紅都是圓的耶 對啊 眼睛也是 圓滾滾的很可愛 好了 剪好了 哇 你好快喔 神色耶 好厲害喔 沒錯 在剪刀石頭部的訓練下 我已經很厲害了 一直非常會用剪刀了 對 好 剪好之後我們可以先把臉黏上去 好 臉黏可以黏上去了 哇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只用到剪跟貼而已對不對 對 非常非常的簡單 超簡單的 好 再來我們要來剪眼睛 剪眼睛 對 拿出黑色的泡棉 對 你可以先把你要的形狀先畫下來 喔 這樣剪的時候會比較好剪 你比較好去抓那個大小跟範圍 另外呢 我們今天做的啊 是有關於某某的表情對不對 對 小朋友可以自己發揮創意 看你想要什麼表情 喔 好 那個眼睛已經做好囉 做好了嗎 兩個中空的眼睛 哇 好特別喔 眼睛剪好了就把它貼上去 那像我們今天啊 用的材料呢是泡棉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小朋友知道啊 我們以前扇子呢 最早的材料是用什麼做的 最早的材料 你們知道嗎 紙 紙嗎 是紙嗎 紙是比較後來的 紙比較後來 其實你們看那個啊 扇這個字呢 下面是一個羽毛的羽 對 所以最早的那個扇子 是用羽毛做的喔 所以原來是用羽毛做的喔 我們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啊 叫做諸葛孔寧 他每次都講他那個 羽毛的扇子這樣散啊散 然後就是看今天天氣怎麼樣 哇 為什麼要舔一下口水啊 這樣子會不會 比較才知道風向啊 原來又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用黑色的泡棉 我們要做嘴巴 好 做他的嘴巴 對 我們可以剪出一條細長條 但是我們剪下來 它是一條直線對不對 對 那我想要讓它笑笑的 我要怎麼辦 我想要幫它按摩一下對不對 對 嘴角往上扳 往上扳一點 其實泡棉它還是有一點彈性 那我可以這樣子拉一下 把它用彎 有沒有看到它開始有一點彎彎的 有耶 好神奇喔 這是泡棉特別的地方 對 所以泡棉跟不知不一樣 都有它的可塑性在 所以你看這樣 它是不是就已經變成是笑臉 就變一個大笑臉了耶 對 好 那換大家也一起來做做看 好 借大家看一下 KIKI的MOMO呢 是這樣子的喔 是這種直立式的椭圓 然後我們的MOMO是這種 我們是平躺式的椭圓 對 所以就是 感覺很不一樣耶 也不一樣 對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好 好 再來呢 我們要幫它剪兩個 可愛的小腮紅 可愛的小腮紅 太好了 最喜歡的 哇 KIKI好了 KIKI的腮紅好可愛喔 是正方形的喔 對啊 腮紅一放上去呢 感覺上MOMO氣色就好了起來喔 對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呢 把MOMO的眼睛貼上兩個小亮點 貼上兩個小亮點 看起來眼睛更有神了 變得炯炯有神了耶 好棒喔 好 借哥哥沒有要貼小亮點了 因為我的MOMO 它就是很熱對不對 借哥哥幫它準備了一些汗滴 流汗了 對 借哥藍色呢 幫它準備了一些流汗的汗滴 好 一滴滴幫它連上去 好 借哥哥汗滴也貼完囉 有沒有 這樣感覺就 好熱喔 怎麼會這麼熱啊 好了 我亮點也貼好了 好了 那KIKI跟玄玄的亮點 也都貼完囉 對 那我們請哲鑲老師 教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 好 下一步呢 我們要做MOMO頭上的 觸角地瓜球 好 首先呢 我們要把準備白色的泡棉 然後我們要剪兩條長形的 長條形 長條形的 對 要稍微長一點點 因為我們有一部分要黏在 MOMO頭後面對不對 要黏長一點 對 有一部分黏在後面 我們剪好之後可以先擺一下 好 好了之後呢 再用黃色的泡棉 黃色的 剪兩個圓形 圓形 我們黏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一半是露出來 一半是要 一定得固定在這後面 對 到時候三封的時候 它才不會掉 好 所以呢 再你要黏在頭後面的那一段 塗白膠 塗白膠 那我們從正面黏 這樣你才知道 你觸角放的位置是不是對的 稍微比一下 對 是不是你要的 好 再來我們要黏這個黃色的圓圈 上去的時候呢 塗白膠我們一樣 塗在這個白色的 長條形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黏上去 就可以了 好 全部都黏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把冰棒棍給黏上去 好 冰棒棍給黏上去 最後一步了 最後一個步驟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哇 太棒了 我們趕快把它黏上去 好 那在最後呢 泡芙姐姐做好了對不對 對 我有幫我的MOMO加一個小東西 是我的秘密武器喔 什麼小東西呢 答對了 這個呢 其實本來是泡芙姐姐的髮飾 然後呢 泡芙姐姐呢 想要把它憋在MOMO的身上 好像帶了一個JUJU有沒有 有點像棒棒糖耶 有沒有很可愛我的MOMO 你怎麼把它放上去的 它其實只是一個夾子啊 它是一個夾子喔 對 它是夾頭上的 所以我把它拿來夾在MOMO身上 這樣感覺整個人好華麗喔 非常非常可愛耶 對啊 所以小朋友 你的髮飾啊 或是你一些小飾品 都可以用在上面 扇子都做好了沒 做好了 馬上來介紹自己的作品囉 好 從牛奶哥哥開始 牛奶哥哥今天做的是 只有一個字 熱 好熱 我幫你吹風 好熱啊 怎麼辦 超級熱的 你的一看到就想要馬上拿起來 趕快閃 趕快閃 超級熱的 而且它跟表情一樣 一二三 很可愛 好 我們來看看泡芙姐姐的 好 泡芙姐姐的是 愛漂亮 刪了以後心情會愉快的MOMO 怎麼名字這麼長啊 很長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KIKI的 好 看一下KIKI的 KIKI 你的是什麼 小雞蛋MOMO 小雞蛋MOMO 然後它有個雞蛋臉 很可愛 因為它放很直的對不對 我們都放很直的 是正方形的 好 那看一下璇璇的 璇璇 你的是什麼MOMO 我的是 為什麼它會變魔術 怎麼可能 它後面有一個 那你變給大家看 好 一二三 變臉 它後面有藏了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很有創意喔 它是會變魔術的MOMO 好 今天做的扇子 有沒有很好玩呢 有 好 我們謝謝珍珍老師 不客氣 也謝謝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璇璇還有KIKI Yeah 下次還有更精采的節目 一定要記得收看 剪刀石頭布 Bye Bye 還記得要怎麼做嗎 先剪個大圓當做頭 再剪個小圓當做臉 仔細的選好位置貼上去 剪出眼睛 遮出彎彎的嘴巴 剪兩個小腮紅 眼睛貼上亮點 最後剪出觸角 把MOMO貼到棍子上 就完成MOMO小良善了 下一集要做的是小熊造型版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MOMO